前两天在路边遇到一位老人,仅是一个菜摊旁边的东西,一开始还以为对很多读者来说,都知道玉米虚能裂尿,玉米虚作为先帮才能降血压,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。 高血压患者都知道一种降压要叫做裂尿剂,主要原理是通过多排尿开降压,所以玉米虚裂尿降压是有道理的。 痛风古代名叫痛壁其中有个阵型叫做湿热壁足,这类痛风,由于吃鞋骨里化热,或做体阳生,内有润热,湿热将蒸而至,整间关节红肿热痛,并是较急,直不灼热,得凉则舒,半发热,口渴,心烦,小便断黄,蛇至红,才黄过你,快向滑鼠或咸树,至一经热立湿,通过止痛。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,不能替代常规药药,读者朋友们皆不可盲目,相信单一的偏防,致富人乳结,乳质不通,红肿疼痛,怕冷发热,头痛疲困,离乃塔压鹿,和猪肉煎汤至糖尿病,幼稚小便淋浴沙士,苦痛不可忍,接汤平服,现代食用中药,魅力尿药, 对肾脏病,护肤性疾患,抗尿病等有效,又为感冒结,打湿,肝黏性黄胆等的有效药,并要消肿,这比起,红帮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